讲一个佛陀当年的故事给你们听听 我们学佛人做人不能有怨恨别人的心 因为怨恨非常的可怕 因为当你一个怨恨 可能就在你的八十天中种下了一个很大的因 在佛陀时代 有一天有一个商人在路上不小心给一个牛角猝死了 牛的主人怕留下这条恶牛给他带来更多的麻烦 因此随便多少钱把这个牛就出售卖掉了 牛的新主人买牛回家之后 走到半当中想给牛喝一点水 那只牛不但没有喝水 还凶性大发 把新主人把新主人用牛角又给猝死了 新主人家人知道后 勃然大怒立刻把这个牛给杀死了 然后挑到市场上去卖 有一个农夫贪恋便宜买下了牛头 半途当中 半途当中因为天气炎热 他坐在树底下乘凉 他就把牛头高高地挂在一棵树上 谁知道 细牛的绳子突然断裂 好重的牛头从树上摔下来 居然把这个农夫的头打昏最后死亡了 一头牛害死了三个人 整个的地方都是纷纷议论 后来传到平梭婆罗王 当时这个国家的皇帝叫平梭婆罗王当中 耳朵当中 他觉得这个事情不可思议 就去请教佛陀 佛陀解释说 在过去世 有三个商人相约到外地去做生意 他们为了省钱 不愿意住驴店 特地到一个老夫人家里去借住 本来双方约定要付老夫人的租金 但是到了第二天 这三个商人趁着老夫人外出的时候 竟偷偷地溜走了 老夫人发觉之后 非常的愤怒 就拼命地去追他们 想诉取欠款 三个商人 因为担负着沉重的行李 很快被这个老夫人追上 这三个商人 以为她年老可期 赖账不还 还恶言恶语地侮辱这个老夫人 老夫人对他们无可奈何 她恨得咬牙切齿 愤恨地对他们说 你们这些无赖 欺负我年老孤单 你们以后会有报应的 今生 我虽然没有拿你们办法 等到我来生 我变成 一个 牛 我也要 报仇杀死你们 以谢我心头之恨 佛陀 佛陀继续说道 那头胸牛 就是这个老夫人的前世 而同日被牛角 猝死的三个人 就是欺负老夫人的 那三个商人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了我们 因果丝毫不爽 更显示了一个人的怨恨 为什么这么可怕 一个人如果怨恨别人 在心中就像一个读的咒语一样 他将自己走进了因果报应的罗网 恶化了本来还不算严重的因果关系 因为怨恨才会冤冤相报 所以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怨恨多么强大 如果我们将这个怨恨用在学博上 我们一定能够求到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我们愿力用在伤害别人 下辈子你一定会来报仇 那么你可能就只能投人或者投畜生 这么到人间再来冤冤相报 想一想你们周围有很多的人 为什么这么恶这么恨你呀 为什么让自己这么想不通这么难过呀 记住了 说不定就是你们上辈子的冤结 还没有化解 才到人间继续来还你们的债呀 感谢观看